今天要累加的是 1加到99的基数的话 特别注意 刚刚有一点 特别注意 有几个地方 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的 这个变数 是在内部 区域变数里面 你这样要做输出的话 记得外面一定要先 初始给它一格 你一定要放在 所谓的痊愈的位置 而不是放在区域的位置 区域的话就 里面下一阶 奉回圈里面 里面的话 外面没办法抓到 里面的尺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是说 你print的位置 你也不能写在里面 如果你写到里面的话 它print出来 会变底下这样子 每跑一次 它就print一次 有没有 那最后其实 最后这个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记得 这个阶层 如果你放错位置 结果大不同 因为之前蛮多同学 就是那个阶层 要不就是漏掉了 要不就是多了 那结果就是不对 OK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累加的是 那个什么 基数的部分就好了 基数 那基数的话 当然你这边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的话呢 一幅 一幅怎么 那我怎么样可以知道说 那那个基数才加 那当然我可以做一个逻辑 那当然我可以做一个逻辑 逻辑的部分的话就是 当然我可以用几个方法 我刚刚提过用continue 在那个回圈里面有个continue的话 特别是要continue意思 我们是继续的意思 不过呢 在程式里面 如果你看到continue的话 基本上就所谓的跳过 不执行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遇到什么 假如说 跳过的意思是说 我遇到偶数的就跳过 如果我今天要刻意 如果考试 请你写一个回圈里面 一定要continue 而且要是写那个回圈 是1加299的基数的话 那我要跳过的状况 是偶数跳过 那偶数什么时候逻辑 那你又想说 它怎么样才是偶数呢 对 除以2 那除以2余数为0 所以你只要想到余数为0的话 就要想到有个符号 叫什么 对 这个percent 那个百分比这个 person的符号 然后多少 person2等于0 对不对 如果它的条件等于0的话 enter一下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跳过 跳过的话就是continue 所以你其实continue 如果你这个词假如 常要拼错的话 没关系 你会发现Eclipse有个优点 打个C有没有 它就跳 class还是什么 continue 你会按enter就好了 continue就OK了 我现在还蛮喜欢Eclipse 就是很多地方按一下就自动跳出来 点一下就自动选就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省掉很多替东西的麻烦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 这个叙述意思是说呢 如果它是基数的话 那就帮我continue continue是说跳过的意思 所以我们原来的这个单字意思是继续 不过在这边的意思应该是 它如果遇到这个 它就帮我跳过了 它就不会再执行下一行 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偶数跳过 那意思就是只有基数才会执行下面这一行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OK 所以每个地方都是细节 而且continue记得也一样要写在一幅的下一节 你不要给它同一节 那个我发现多同一个 那个阶层概念不清楚 城市很容易写错 OK 那一幅一定也是在Forecen的下一节 那Forecen的下一节又是continue OK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1加到99的基数 应该是多少 OK 那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OK 好 2500 对 1加到99 是不是2500 的基数 应该是1嘛 其实一般是头尾加 加起来之后怎么样 再乘以 20 25 对 那加起来 刚好就2500 没有问题 OK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我们利用continue 所以当然这个方法是不是最简单 一定不是 可是主要我们是利用这个范例的 了解continue的使用时机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有些逻辑是需要什么 就是剔除某些 剔除某些条件发生 你可以用continue OK 第一个 那如果说我们换下一道题 break 另外呢在回圈里面会常常用到break break什么意思 break是跳离 break OK break continue 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其他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step step 可不可以 可以 其实另外一种写法 我们如果不用continue的话 其实另外一种写法就是说 那如果我说我今天 这个 i如果person2 等于0 意思是说偶数的话 那如果说假如说等于1的话 那等于1的话 我其实啊 加嘛 就再把它累加 如果不是就跳过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是这样写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啊 请你一定务必怎么样 把这个加种的 这个部分要加一个那个tab 让它换到下一期 意思说 当它这个逻辑发生 才去做累加的动作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吧 所以其实这一题 不同的写法 你要放的那个位置阶层也不一样 所以python这个地方 如果了解以后 比较不容易出错了 OK 那这样的话 其实输出的结果 等于是说它 相等于 这个1的话 才去做累加 特别说 这边一定要是两个等号 这两个等号是运算哦 OK 刚刚一个等号是负与值哦 那两个不一样 它常常搞混哦 是两个等号 但是在VPA里面 刚好就全部都一个等号 OK 所以可能要就是说 有的时候还是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我自己也常常搞混 因为写习惯某一种语言 写另外一个常常就会出错 不过 大家也是可以把它写在笔记里面吧 比如说VPA都是一个等号 那那个什么呢 python就是如果负与值是一个等号 如果是比较的话 像这个是比较 两边互相比较的话 那就是两个等号 OK 左边跟右边的结果是不是一样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执行 结果应该也会是一样的 OK 等于 如果是偶数的话 你就等于0才加的话 那执行 如果等于0 那这边就当然 结果的话 就是偶数相加 如果是7数相加的话 那就等于1 OK 最后的话呢 就是 还有一个部分 如果你要把break加进来的话 像我刚刚有提过一个叫break break的话就是说 如果这个回圈怎么样 假如这个回圈 它一直跑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当它某一种情况 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我就不要 我就停下来了 你就不要继续往前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强制让这个回圈结束掉 OK 如果你要让这个回圈结束掉的话 另外有一个写法 我们可以这样写 如果说我的那个回圈 假设我给它是1到200 200的话到199停下来 可是实际上我不用那么多 我只要到99就停了 对啊 所以其实如果假如你这个地方给它太多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里面 变成你要在里面做逻辑办 如果什么呢 如果i的词 怎么样 如果当它大于多少 如果大于99的话 那我就让它跳离 就不要继续了 意思是其实我还是1加99 可是我for the range给它比较多 那变成说我给它比较多 我变成我要在这边把它跳离的话 特别是要 如果当它i大于99 有意思说i到100的时候 那就跳离 就不要继续了 那这边记得 如果你要跳离的话 记得加一个break 这样就ok了 不过这种写法是因为 我们这边给太多了 也许你如果将来 你的城市里面刚好 奉回圈 你有点不确定 可能我就多给你一点 但是呢 某一种情况发生 你还是非得要给我离开的话 那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中间还是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特别注意 回圈里面呢 其实可以藉由像刚刚讲的continue跟break 可以做一些跳过或者是跳离的这种应用 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直进 其实结果一样 也是移交到绝绝的这个 这个这个基数部分 好那最后的话呢 顺便讲一下 我们如果说 假如我不要用continue 我也不要用break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我这边把它delete掉了 其实刚刚的写法 如果你不用这两个 我把它全部都再改回来 那这里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1到99的什么呢 基数的话 其实你可以逗点 也就是说呢 在那个range的后面 其实第三个参数是可有可无 不过第三个参数叫做step step意思就是 就是等差 你要差多少 预设的话是1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现在等差不要是1啦 我要让它怎么办 下一个就跳2 跳两个 那你这边可以step2就可以了 意思说第一个我1嘛 跳两个就变3 跳两个变5 1 3 5 7 9 所以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其实最简单的写法应该是这 用step就好了 如果你不用continue 不用break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你直接在什么 在这个range后面呢 再加上一个d0.2 然后呢执行它 其实结果的话 应该也会是基数的加总 如果你要偶数的加总的话 其实你可以变化嘛 可以怎么样 把1改成2不就好了 24680 意思到90 到100跳里了 所以98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边改成2的话 那这个的话就是偶数的全部加总 OK 2450也对 OK 所以其实以这一题来看 当然如果一般状况 用step应该最简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提到有关continue break 这个有一种手段 就是说如果你实在是不能用step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配合continue 可以配合那个break 可以在回圈里面加上逻辑判断 所以回圈里面逻辑判断也是相当的重要 试试看